因為我想問一下 就有關於之前你有爆料就是說 吳思瑤是不是有去痴案 過去這個姓桑案 他過去是一個樁腳 那你怎麼會認為是吳思瑤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事情什麼 OK 我想這個是有前後的臉書的貼文 去可以歸結出來這個事情 第一個 吳思瑤最早在曾經賴清德底下 就什麼 勿忘勿縱 然後呢 那一位女士呢 就在底下談 說你沒有資格講這個事情 然後呢 這個留言就吸引我的注意 說很少人會在公開場合對一個 一個政治人物的發言 等於是一個對撞 一個對沖 所以我就引起我的注意啦 那後來 我們就觀察到這一位女士的一些留言 這些情況 好像有談到說當時在助選的過程當中 被裝繳好像類似性騷擾 然後報案呢 卻出現被阻撓報案的情況 後來呢 他是透過另外一個議員的助理 陪同他去報案的 所以他注意 他在一個文章裡面 他寫得很清楚 就是他在第一次報案受阻之後呢 由另外一個議員的主任 陪他去報案成功 所以呢 後面才有去社會局的這樣的一個流程 所以這個情況就很清楚了 就是他同時也點名說 那一位當初阻撓報案的議員 後來呢 當上的立委 我想這個人應該不多吧 應該不多 再加上他在吳四瑤的留言處去寫這樣的 說他沒有資格去談這個 所以我們就很大膽的問吳四瑤委員 就是這個人是不是你 吳四瑤他前天深夜發文 就是他有些地方做的不對的地方 如何如何 所以我覺得答案呼之欲出 答案呼之欲出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仔細回想一下 就是那一年的選舉結束之後 有沒有這類的事情 有沒有這類的事情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把真相找出來 那你有找到當事人去談嗎 我們透過中間的友人 跟當事人有取得聯繫 但是當事人不願意曝光 那我們就尊重 我們尊重當事人 他 我想這個個人的意願很重要 但是我們透過中間友人聯繫 然後我們也跟他說 我們會把他的文章 我們可以做這個 就是把他的名字 把馬賽克起來 他是有證據嗎 因為吳四瑤說你污衊他 呃 不是我污衊他 我就是臉書發文的那位女士 他要對那位女士的發文提出解釋 我們只是把這個文章的轉出來 那這位女士呢 也有很多的朋友 我也透過不同的管道 也都透過Live 或其他臉書的Message 也都傳過我一樣的內容 那你知道這個莊角是誰嗎 莊角是誰我不知道 我覺得莊角是誰 呃 這個因為我那個時間點 我也沒有在參與政治 所以我不知道那莊角是誰 不過我想參與的當事人們 我想心裡面都清楚 那莊角是誰 那你覺得說 在整個民黨這個制度底下 因為他14年的這個 性騷的規定 然後他改了 那終於改了 是因為最近事件太多 你知道也是過去的申訴 太嚴謹 然後很繁雜 會覺得說你好像申訴之後呢 所有民黨員都會知道 對 他說之前的規則是要申訴之後 在中常會討論 這又不是提名立委 提名縣市長 還有中常會討論 中常會討論 我想一個黨部就這麼多人 一個公司就這麼多人 那一定會被指涉說是誰 然後呢 事件經過會變成大家 茶餘飯後討論的話題 我想任何一個人 面臨到這些事情 都不希望自己變成一個 茶餘飯後的討論話題 大家希望在這個性騷過程當中 能夠得到公平正義的處理 我覺得民進黨去改這個規則 我覺得也是維持太晚 也就造就他們內部的文化說 哇 反正出事你不敢講 反正出事呢 大家不願意在中常會上被討論 甚至名字很容易被卸出去 那就造成一個文化 那反正大家不會講 反正大家出來安耐一下就好了 大家為了黨為了大局 就別講了 我想這個就造成這個性騷文化 在民進黨內部這麼猖獗的原因 那所以現在大家都會開始 me too 對 那會變成說 是不是因為民進黨長期包庇的狀況之下 所以才導致這麼多事情 在一次爆發 一次總爆發 因為長期可能都累積不少的案子 再加上我想 有個上行下效的效益 你看過去一兩年 很多民進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政務官 有婚外勤的啦 有這個交女朋友的啦 等等 後來反正硬拗也拗過啦 有的還升官 那上行下效啊 那這些 那這些 黨工們 這些 年輕的黨工們會覺得說 欸 這個 長輩都可以 這些當官的 當大官的都可以 為什麼我不行 就會變成一個 整黨就會變成一個效益 反正上行下效 大哥可以 我小弟為什麼不行 所以這樣的文化 我覺得是 非常非常的扭曲 非常非常扭曲 那我覺得亡羊補勞啦 那民進黨自己內部也要進行一些反省 所以就連賴清理跟蔡英文道歉了 這個青年選票有可能還是會流失 大家會覺得說好像道歉沒有用 我覺得會 我覺得 道歉是一個最基本的門檻 但是我覺得 民進黨的犯後態度很糟糕 我覺得有兩個層次啦 第一個 找出那個 性騷 不對不起 性騷的整個的還原 事實的還原是一個 第二個 處理的態度 我覺得民進黨在處理的態度上面 剛開始就幾乎是閃躲 不願意直接面對 然後知無其辭 然後這個轉身就走 我覺得這種處理的態度 更讓大家覺得更討厭 所以青年人 注重的就是說 第一個在 平權 兩性平權 然後性別平權 平權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那種態度 處理的態度很糟糕 會讓這個事情雪上加霜 好 會不會覺得吳思耀她本身也是女性 然後在這件事情當中 反而成為加害者那一方 是啊 我覺得女性在這一類的性騷事件上面 大家會看她的態度 當這個內部的團體出現 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內部的過去高舉 性貧大旗 然後這個 的這些政治人物 我們在第一時間進行聲援 或是進行比較嚴厲的態度 要求進行內部調查 我覺得大概是看著這個 那過去無事要委員 對於雞排妹 對於雞排妹 雞排妹雞個性騷的時候 第一個跳出來 但對於自己內部發生的事情 卻有的時候輕秒彈性 無望無縱 那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雙標的行為 那你頭上會有這個 他讓這個警局不要再去報案 我沒有 我想這要問這當事人 這當事人 這當事人 這個 在明天的總質詢 我想我也會問這個 就相關的 到底我們台北市 接收到性騷的報案之後 出的流程是什麼 然後會不會讓當事人 得到一個比較公平快速 而且 而且是一個 不會傷到他二度傷害的一個整理過程 因為現在還在選舉階段 然後你跟吳思耀又是競爭對手 對 會不會擔心外界 或者是他本人也說 就是這是政治攻防 選舉的部分 我覺得政治攻防 是看他自己怎麼認定 我覺得找出事實 並不是什麼政治攻防 我覺得政治的 我覺得用政治影響力去阻 然後報案 才是用政治力去扭曲事實的行為 那我覺得把事情說清楚 講明白 我覺得才是 你自己要去思考的這些原因 第一方上有聽到一些批評或指教的事情嗎 這個目前 因為這才兩天的事情 那我覺得 大家還在觀察 他的態度 處理的態度 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